大家好我是Vin的一款中国动画改编的作品 不免俗的残遭IP化是否这次能逃过一劫呢? 不良人3 开发上市中国的云唱游戏 另一款不良人2也是由该公司开发的 不过目前已经田运了 该公司也算得上是鬼作之王了 2016年的刀剑神域黑一剑士 跟2021年的鬼气巅峰之战 都带给玩家满满的惊奇跟战争 目前也就剩下航海王燃烧意志靠粉丝支撑着 活的还算稍微滋润点 然后转头仔细看公司的大股东是腾讯 哦那没事了属于是正常操作 不良人为中国的3D动画作品 于2014年到如今已开播5G 该作品我没有看过所以就不予以评价了 不过制作公司若生也因为负债千万 传出快要倒闭了 不过靠这动画的硬实力 相信还是能顺利挺过的 游戏玩法为卡牌扬城结合MNO 虽然官方是用高自由度 开放武侠动作手游来宣传 但我觉得所谓的自由跟动作并不存在 初期有一个精致的捏捏系统 虽然这系统意义不大 原因我后面会讲 依照游戏目前给的自由度 你要把自己捏成丑八怪也不是不可能 但千万不要这么做 因为游戏的主线是搭配动画演示剧情 你总不想你那个样子常常出现在画面吧 不过在场景跟动画的切换方面略显卡顿 对手机设备是有点要求 立会方面该怎么说呢 也许是为了还原援助 但整体呈现就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对位 2D跟3D两整的呈现还算接近 比诺雅之星的诈骗美术好一点 3D的细节也有做但又不完全 你也不能拉近 而脸看起来又非常的模糊 所以你最开始做的辛苦捏脸 只能在动画中欣赏了 而玩家一般日常是可以用抽出来的角色来替换 而且从强度上来说 在抽出高等角色后 主角就完全拍不上用场了 真的也是捏了一个寂寞 然后号称有丰富的场景互动 但很多也都是假的 场景建模你也无法爬上去 所以除了画面变精致以外 真的是不如好几年前的剑网 你也没什么可以探索的内容 大部分也都在自动巡路 然后别款M&O都是靠等级卡主线 逼玩家挂王打怪解决 这迟到好 改用卡提的方式 战斗方面真的就一言难尽了 就像是在玩低接版的三国无双 一路就是刷刷刷就好 而且游戏还很贴心的提供你自动战斗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都号称是自由开放了 为何还要有各种自动机制 我是真的不太明白 到了2022年的今天 场上还觉得玩家确实是一款放置手游吗 然后打击杆就像是在砍棉花糖一样 也好像砍到了什么又没砍到 感觉就很像网路上看到那种假功夫大师 每个人都在配合演出 然后下去零500 而且闪避机制做的很糟 也无法随意在连段中使用 就算你知道能闪 也是只能硬吃伤害 不知道哪一款主打动作的游戏 会设计成这样 游戏有提供实时的PVP系统 可以真人切磋 但只要游戏跟战力有挂钩 就不是凡人可以轻易碰触之地 而且实际玩起来真的很沙雕 这边展示一段我全程开自动的战斗 我真的就光靠战力就能杀爆对手了 而且你被攻击到以后 就只能不断挨打到倒地 并没有任何能闪避或者免疫的方式 所以玩的时候就是比谁技能先碰到对方 就能一段乱打输出了 并没有任何技术层面可言 我相信大佬应该可以用超能力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厂商如果做不好PVP系统 不如就完全单计划或者种买断制就好 搞这种MO加抽卡的玩法 企图想两面都赚得是不像 感觉大概率很快就会凉了 然后半年后又准备来台割一波吧 养成方面体力限制了角色的养成周期 但等级、技能、装备、突破都需要大量的材料 前期等还算好过 但越到后面如果不克金买体力的话 成长的速度会被极度的限制 加上还有一个试炼玩法 需要培养对应的属性来攻略 导致你必须养那些你根本不想养的角色 真的该给这天才的设计加薪 一把火烧了 最后讲讲这克金系统 不知道是从哪款游戏开始都会有这种碎片合成角色的模式 每100抽才能随机获得完整的SSR角色 目前没有UP机制 一切随缘抽 然后装备共有5个部位也是要用抽的 抽就算了 角色属性分3种种类 如果装备不是对应的类型 就无法触发套装属性 如果你允许不好没有抽到主力量的角色 就是拿水瓢0成长 其他就是依旧照搬的克金系统 什么手冲月卡礼包占令等 荷包不够深的话请立正站好 接受资本主义的制裁吧 结论 IP无限好 只是割韭菜 这个游戏除了IP以外 跟其他换屏MAO的玩法并无差异 我还去看了当时玩家的测评回馈 克服各种罐头回应 结果该改的还是没改 反倒不知道又往哪里添了毒 然后我看了评分 从开服前的8分以上 每次网页整理后就不断往下滑 相信不久之后水军就要出洞来洗分了 每年几款武侠看似来势汹汹 但结果又是让天刀笑到最后 另外我意外的又收到 之前有稍微提过台版未上架的游戏 寄来的合作邀约 虽然那款靴子比其他换皮手有好上不少 不过除了力会有特色外 整体玩法并没有很吸引我 看来我又只能狠心拒绝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